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目的 人是进化树上最高的果实 人去到这个阶段 就应该去了解 他在自然界的地位 以及了解他生命的意义 假使你希望知道生命的目的 你就必须透过你自己的经验 和内观去研究 你必须自己去发现 你自己的生命真意 在那里能够帮助你 创造必要的条件 而得到这个了解 要了解生命的目的 你必须了解人性 和它的生存的生命界 你必须接受宗教作为响导 并且必须学习 使你的心能够安静和平 当这些条件都举备了 这样这个回答将会发生在你的身边 就如同当因缘成熟的时候 雨水就会从天空降落一样 就来让我们去考察一下 这个发现生命的目的 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 你必须了解人性 当人 在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当中 人聪明到能够上月球去 但是 他仍然不知道 如何内观他的内心 以找出他的本质 其实 只要他能够学习发展 并运用他的心力 去了解生命真正的本质 他就能够发现到 全宇宙的本质 人 仍然封闭在 他的愚昧之中 人类 从来未曾如此勤奋 这样对事事物物 发表意见和追究 却从来未试过 这么令人吃惊 和羞恥的 因为人 到今天 仍是对人的本质 懵懵懂懂 我们知道人 做出了些什么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人究竟是什么 或者人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的整个文化 不是就是这样 建筑在人的误解上吗 人的悲剧 不是就是由于忘记了 人是谁吗 人并没有找到 自己的认同 人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人类的存在 所以他们 作下了创悟的认同 人们所想要做的 是他根本不能做的事 又或者不愿接受 人的根本存在 人的愚昧 不在于缺乏知识 而是在于知识创悟 然而 人也都不是一生下来 就完全觉悟 就能够了解生命真正的目的 所有的伟人的出世 都如同人类一样 是从人的子宫生出来的 灵感启示和觉悟 不会跟水倒入桶里面 他要治疗 这个令人遭殃的全球性疾病 令人也都能够成佛 和分享佛的了解和觉悟 首先 人必须从内心的幻梦中觉醒 人必须觉醒 同时了解他今天 是一种数不尽的思想 和行为反复的结果 他不是现成的 他在那变 也都继续在变 他的人格 是由他自己选择而决定的 他形成的思想行为 也都是由他所选择的 人是进化树上的最高果实 在这个阶段 人应该去理解 他在自然界的地位 以及了解他生命的真意 要了解生命的真正目的 人必须学习了解生命的本质 大多数人 经常不喜欢面对生活的真相 他们宁可用甜蜜的美梦和想象 使自己凄息起错谋的安全感里面 他们将影子当成实质 活着是不确定的 而死则可以确定的 了解生命 必须面对了解死亡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 甚至不要听到死亡这个字 这些人必须记住 死亡必定会来到的 无论他们喜欢 或是不喜欢 以正确的心态 来到思考死亡 可以给人勇气 安装 安装 和生命 想面对事实 和了解生命的本质 假如我们深一层去想生命 我们会了解到 所有世俗的幸福 是一种幻觉 我们大多数的人 是在财富 奢侈 高级职位 和上流社会中找寻幸福 经过现代科学的文明成就 我们已经能够在生理上 生活舒适和安乐 电气化的厨房 浴室设备 使我们的家庭生活 显著地简化 尤其在高水准进步的西方国家 更是如此 但是 人们仍然在寻求幸福 安眠药院 仍然继续在销售 精神病院 和自杀率 一直在增加 政治家们 早已经对如何停止 这些趋向困惑 不管现代物质 怎样进步 人仍然寻求 那个无从触摸的幸福 他们仍然在寻求 他生命的意义 他仍然必须去了解 生命的本质 要了解生命真正的目的 人必须转向宗教 他必须选择 和信从一个宗教 因为宗教 是奋斗者的表现 宗教是人们最伟大的力量 他逐渐地 领导人去完成自我 他使到卑微的人 变成崇高 使到自私的人 变得不自私 使自大的人 变成谦逊 使傲慢的人 变成节制 使贪婪的人 变得慈悲暴施 使残忍变得善良 使主观变得客观 每一个宗教都希望使人 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虽然不是尽善尽美 从最早期的宗教 就可以看到 宗教是人类艺术 和文化灵感的全员 虽然很多宗教的形式 已经成为历史过程 和被忘记了 每一个宗教 在当时对人类的进步 都有过相当的贡献 基督教教化了西方 但是东方就表现了 基督教影响力的弱点 佛教在很久之前 就教化了一大部分的东方 并且是一股活力 在今天的科学时代 佛教又继续延伸 和扩展它的影响力 佛教没有任何一点 和现代知识发生抵触 不但如此 它还能够包容 和超越于 现代的科学知识 没有另一种思想体系 能够做到 或者曾经做到 西方人 寻求征服宇宙 是为了物质的目标 佛教和东方哲学 则努力与大自然协调 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我们如果要发现生命的目的 和真正的意义 这样 宗教是必须的 这样意味着 我们必须责取一种 来清静我们的感官 使耐心和平 佛陀说过 胜利产生了亲恨 因为被征服者是不幸福的 放弃了胜利与失败 财是满足和愉快 以上是法据经 二零一解语 一位名作家说过 有人太多还生贪 我有一点点 但不求多 纵然他多 却是贫穷 而我有了那么一些 就是负 他们贫穷 我是负 他们恳求 我吸瑜 他们缺乏 我有余 他们潮水 我有活力 要静下感官的秘诀 是排除贪欲 因为贪欲是烦恼的根本 正如佛陀在法据经里面说 世间快乐的满足和天堂最大的快乐 比较破除贪欲的快乐 不值十六分之一 知道如何满足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越是贪求他们的财产 他的痛苦就越多 财产不能够给到人带来愉快 今天世界上多数有钱的人 得了血压高 癌症 胃病 过度紧张 恐惧 急躁 忧愁 不安和神经质 他们的金钱买不到解决他们困扰的方法 钱可以买到床铺 但是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到舒直 但是买不到知识 钱可以买到食物 但是买不到食欲 钱可以买到装饰 但是买不到美妙 钱可以买到房屋 但是买不到家安 钱可以买到医药 但是买不到健康 钱可以买到奢侈 但是买不到舒服 钱可以买到娱乐 但是买不到幸福 钱可以买到宗教 但是买不到解脱 那些学到知足的穷人 比那些不知足的富人 更加能够享受生命 这些人 没有多大的责任 和很少的紧张 当有一天 你能够学到知足 静下你的感官 和定下你的心 你就能够发现到 生活真正的目的 科学家和心理学家 已经托宽我们的视野 但是请记住 他们没有给我们生活的目的 唯有宗教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世俗的快乐里面 是找不到永恒的幸福的 因为世间任何东西都是无常的 假使你找到满足 你将会了解到生活构极的目的 不是生活在好像宫殿的房屋里面 或者宴会在高级的旅馆里面 又或者睡眠在舒适的床铺上面 以及有美貌的女郎作伴 要了解生活的目的 必须知道贪求的本领 这里有一首小诗 不顾 哦 我们的愚笨是何其大 依照佛陀的看法 假使我们肯静下感官 而不忠情示欲 我们将会了解生活的目的 人类的感官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越是供给他的需要 他们就越要越多 我们很难解除对享乐的渴求 知足是控制感官疯狂倾向的唯一办法 我们不应该做我们感官的奴隶 相反地我们必须做感官的主人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了解生活的真正目的 是非常简单 寻求永恒的幸福 有些人不了解他们活着是要做些什么 另外有些人想寻求生活的目的 然而生活的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 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是可以用来为任何的目的 但是目的不是来自于外在的 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这一段呢 葱 我四分钟 我只是距离 你一段时间 我们能帮助 你一段时间 我们忍得 我愿 falando